这么突然就辞职 肯定是找了相见的 打得去哪儿 王总想让我做他的助理 薪水是现在的两倍 容易啊 王总 王涛 就是那个大半夜 就是那个大半夜 我在KTV赌他的那个王总 王涛 我挺感谢他的 不但不计前嫌 还愿意聘请我 当然 我不应该感谢你 请你 我担当不起 那麻烦我问一下 那十万块钱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不但关照我 还送了我爸一个医疗费 对对对 送 有哪句话说送吗 我那是借好不好 你借条吗 没借条 可不就是送吗 再说了 你不也说不忙 借点钱在你身上 不是事 谢谢 听说 走 老大 咱们再别点别的 也不能光吃鸡心 就吃热 全吃了 吃哪儿无哪儿 不吃哪儿的 老大 实到如今 我就不瞒着你了 又蓝笑笑 前前后后一共从我这儿 拿走十多万块钱 现在 连人招我都不打 说走就走了 出点太过分了 你让你打戒条没有 没有啊 所以我才这么郁闷 你这傻小子 这也是大笔钱啊 你怎么连个戒条 都不让他给你打呢 他说他爸生病 自己省吃解用 招了他爸 想赶天地啊 况且我去医院看过 他妈确实是在住院 和解帮助帮助他 是 钱是我自愿给了的 没让他打戒条 没让他打戒条 也不能说他是骗 自然等你 没让他打戒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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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让他打戒条